字幕製作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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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台車沒拍過吧? 沒有 這什麼車的車? 奧倫德 不是 啊不然這是什麼? 你只有開去環島過而已 開去環島過 對 這個 在狗還健在的時候 也去環島過 現在也還欠帳 現在還欠帳 可是那時候他還知道他在環島 現在帶去環島他不知道 已經老年痴呆了 站那邊 那邊 你要拍照穿拖鞋 穿拖鞋 沒有沒有拍照 我們那時候開這台去環島你知道嗎? 對啊 這款車 這款車 不是這台 這台車我就倒了 那時候往往還有意識的時候 現在已經那個 現在已經是老年痴呆了 每天的 酒梅子 什麼時候要吃飯 酒梅子 Kubiko 剛吃飽就在問說 我們怎麼知道吃飯 這什麼車? 日時 日時不是 Fopo 不是 這是後來改款了吧 這不是我們心目中的日時 這不是 曾幾何時 我們心目中日時在這裡 現在的日時在這裡 怎麼長高那麼多 我們要拍什麼? 推車 你要賣多少? 你要賣多少 對啦 剛剛好來一台2018年的 這到底怎麼唸 Eclipse 我英文不好 本來日文怎麼唸 Eclipse Eclipse 那這個看到有全景天窗 應該是頂級的 我剛剛其實開場我就一直在看這個 你知道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我跟你講好不好 蜜蜂大便 你以為在開玩笑的 我沒有啊 要不然你為什麼笑那種聲音 因為顏色應該不是比較鮮豔一點嗎? 蜜蜂大便顏色比較鮮豔 黃啊很黃啊 我們這裡有時候停在這邊有沒有 也會有啊 花粉你知道嗎? 大便會有花粉 對 沒關係這個白色的車嘛 我們先看里程數好不好 好 2018年 賣入第五年 這是日制進口的 進口的 台灣只做得出Outlander那一種 好不好 而且台灣沒有這個引擎 他不給台灣這個引擎 台灣叫你2400引擎用到死 這個要銷到第三世界的 還沒銷完的 叫你台灣先用完再說 我先看里程 我們在這個 看到了 五萬昌啊 我看到 怎樣 我一開門它就亮了 高級貨 一開門 儀表板就亮了 好不好 今天來盲測 盲測 看這台車有沒有撞 眼睛蒙起來要不要 好啊 要不要賭啦 我今天 今天 今天 我如果盲測 我都不開門 不開蓋子 全部都不開 然後我判斷他有沒有撞過 眼睛也閉著 我如果能夠眼睛閉著 知道有沒有撞 星巴克要不要 好啊 我連科幣一起請 連科幣 要不要全公司 二幾倍而已 喔星巴克 如果一倍百倍 二十幾倍 讓你開這三千多就夠了 三千 好要不要 我們已經玩到沒梗了 所以我們今天為觀眾朋友 線上盲測 判斷車的有沒有事故 眼睛要怎麼摸 口罩 口罩 好也可以 你要帶我去那個板劍摸 板劍喔 板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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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劍我比較愛吃和尚口 哈哈哈哈 這樣好不好 好 我現在在前門 你會先嗎 你會先嗎 哦 你會先嗎 哦 一四七 一四七 後門 一二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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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葉子板 葉子板加 一二四 一二四 好 好 後車廂 後車廂 一四零 好 五元 五元 哈哈 你要哪裡 後葉子板 後葉子板這邊 一九八 一九八 我跟你講這個烤過去 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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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二零 一二零 頭照鏡 再前葉子板 一二零 三米 一三一 一三一可以 一五一 一五一可以 車燈呢 車燈不能涼啦 靠 一六二一 一三五一 一四六一 一四六 一四六 前葉子板 這邊 這不是前葉子板嗎 我用摸就知道 好啦 咕完啦 咕完啦 好你可以拿下來 那你說 哈哈哈哈 等一下 你不是說沒有烤過漆 烤過漆 烤過漆也是原版件啊 為什麼我說這個烤過漆 你看這顏色不一樣 有沒有 你有沒有覺得這兩片顏色不太一樣 這不是靠大小 這片烤過漆啦 我跟你講為什麼好不好 因為烤過漆會上浮土 所以它會比較厚 你看三六四啊 有沒有 代表說這塊下面有烤過漆 這裡之前可能有A到烤過漆 所以它比較厚 它的漆加上浮土厚度比 原本 原本應該是100多 142 有沒有 原本148 所以它這邊有烤過漆 所以它這邊的漆的厚度 比這邊厚 那為什麼我知道 原版件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原版件的漆面 會比原廠還要薄 比如說 120 這塊120對不對 對 有沒有 所以它這邊是薄的嘛 對 它這上面也比較厚 那這邊也烤過漆喔 對啊 這就是 做車做到噴 噴到不太有 看 看有沒有貼 貼紙痕跡 有啦 有貼紙痕跡 這有烤過漆 有沒有 這有一個貼紙痕跡 細細的一條線 我怕也拍不出來 這邊都有 好啦 反正就是烤過漆就對了 沒有撞 原版件呢 它貼紙還在啊 有沒有 我去看它那個輪廓 烤過漆 是 我跟你講 休旅車的優厚輪 最容易A到 因為 另外離駕駛做最遠 對啊 最遠 你看 貼紙痕跡在這裡 最後一條線有沒有看到 對 對不對 這裡有一條線啊 有沒有 拍到嗎 你去看我們那個 愛車大奶罩裡面 很多烤漆 你去看這邊都是貼起來 貼紙都從那邊貼起來 然後噴嘛 噴完又貼紙一撕掉 線就跑出來了 是不是原漆就是這樣看的 所以你看喔 我們剛剛講下部有沒有 你看它上部就沒有了 嗯 這條痕跡從這邊開始 蓋抓是抓這條線以下嘛 所以它烤漆是從這邊開始的 有沒有用這個 叫盲側 它還會自動爆死 有沒有 盲側 人人都可以是這個 顧駕王 沒有啦 沒那麼簡單啦 還有很多重要 我們現在只是 花短短的時間 我們現在先確認這台車 已經沒有換過板件 跑五萬公里 2018年的 符合我們購入的第一關的需求 原版件 烤過期 我覺得無所謂吧 你開五年的 你沒有一個地方 擦傷烤過期 泰山你也馬A到沒 快囉 小心啊最近 好不好 那我們現在再進一步 確認一下內裝啊 引擎的狀況啊 輪胎的狀況 鋪車就是這麼簡單 先載大家這個快速的 鋪在車 然後再來第二個 我們接下來就是在確認 它外觀 我們回來有沒有要烤期的地方 我跟你講 它那都烤過了 應該也沒什麼要烤了 它那保桿也烤過了啊 它顏色差很多 有沒有 沒有 保桿的顏色 看小思想知識 保桿的顏色跟 汽車的板金的本體 本來就是會有 顏色會有落差 每一台都一樣 因為 材質就不同了 所以你工序即使一樣 噴出來的 顏色也是會不一樣 尤其是淺色車 黑色車當然是看不出來 淺色車尤其明顯 阿不然 麥塞納底啦 你看 麥塞納底 顏色也是不一樣 有沒有 保桿稍微深些 這稍微白一些 這稍微明一些 有沒有 真的每一台車 尤其越淺色的車越是這樣 就算你整台起洗 保桿顏色也會稍微有點不一樣 因為這塑膏 這梯子噴起來怎麼會更換 看小思想知 然後再來那個外觀嘛 外觀繼續看 阿這應該都 之前都整理過了 好了捏 外觀OK 好再來輪胎 我跟你講這18年我猜輪胎一定還沒換過 我也看先猜 如果換過就代表這個車子很龜毛 0721 21年換過耶 去年 這個人 對阿這個人有注重行車安全 因為這個很尷尬 4萬到5萬剛好是輪胎 大概剩下6層7層左右的一個里程數 對輪胎這個東西我覺得也是很悬 輪胎 一般我的預計是大概4萬公里到5萬公里 正常行駛下大概會剩下6層左右 你會說輪胎那我把它開到3層 問題是6層到3層有多危險 你知道嗎 所以我認為如果你是一個注重安全的人 輪胎其實你只能用4層而已 可能用了3萬至4萬公里就該換 因為後面你都把自己處於一個 處於 讓自己處於一個相對危險的狀況 高速公路緊急狀況 打方向盤偏滑 打水漂 海水性已經不好了 尤其下雨 台灣又多雨 我覺得輪胎絕對不能用幾層新來看 比如說網路很多PO自售有沒有 輪胎7層新 其實只剩下 你只剩下1層2層可以用而已 7層新好像很新其實沒有 好啦你再硬均一點5層 用到5層 我覺得就很可怕了 你知道我們賣出去的車 我們都只要輪胎低於7層新 我們都建議客人說要不要換新 我們補貼你你換新 安全第一 欸我用補貼的 哪一個二手車商拿錢出來 拜託客人說你換新的 我幫你出一半這樣 還是我應該是拆下來拿雕刻刀 你有沒有看到網路的影片在磕那個鏈 他磕一磕 還可以把它用那個透明膠要纏起來 還卡他媽的瓢啊 整顆像新的一樣油抹一抹 家庭手工你知道嗎 以前在家裡媽媽有做過家庭手工嗎 做別針別小花啦 或是 NapoleonXXXXX 台灣經濟時期 新經濟時期的時代 semicieso 我做過啊 家庭手工你有做過 我有幫過嗎 手工的 你都去家庭手工了 我都去家庭手工 國家經濟很好 所以這個跟大家分享 輪胎其實壽命不是用百分之一百 百分之六十這樣去看 60以內就隨時是準備蓋更換的時候 假設你是一個注重安全的人 你如果覺得命不值錢 你乘客命也不值錢 那另當別論 不過要注意自己安全是最重要 輪胎它換鍋而已我看後面 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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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一樣餓丐啊 四輪你喜歡 看完看那樁齁 siè還是要意思看一下好不好 ㄟ 完蛋 我剛開的時候我想把 Electric Coat弄掉 我摸到一個東西 然後鬆鬆一撥 然後啪 包我去拿你 沒關係!為了以示負責我把它買起來 原版建一鋒貼紙也在 這鋒已經都150 135 所以不用看我看這個 哇這個小引擎好可愛你看 這拔不起來 好小顆你看 好小顆喔 把引擎越做越小顆了 你看它這已經斜製了有沒有 所以我要看後面 欸沒有欸 漂亮 欸雷壓在這邊你看 好 它怎麼弄回去 幹完了 衝不回去 為了以示負責我把它買起來 就跟我當初為了以示負責 把我老婆簽下來一樣 因為被我弄壞了吧 弄壞了之後我就把它買下來了 嗯 它有個卡水要對著 欸 欸 好了 欸水很乾淨很漂亮 要習慣性看一下水 我覺得 看起來是長姿勢好不好 你看這水裡面都很乾淨 有沒有 清澈 對 我看得到倒影 你不太可惡嗎 不會 我看得到自己的倒影 哈哈哈哈 我都看到鏡頭了 不是我 尤其老車 水路乾淨 就代表什麼 它保養得宜 除了漏油以外 水是一個非常值得注意的地方 欸做得很好啦 我想這日本做的車子 不用擔心 欸現在雨汁要噴水系電話 欸我又出來了 欸我收回去了 嘿嘿 好 再來看內裝狀況 啊就髒啊 不過你看這防掛材質都有點 蛤 這時候就要恐龍了 交給我吧 哈哈哈哈 自然想穿一下 我不要啊 喔熟悉的板 你看 世界上最沒有用的東西 有電熱移耶 發動一下 喔方向盤換檔快撥耶 沒有跟車耶 哈哈哈哈 喔雙虛橫穩 全景天窗 欸這全景天窗怎麼會開在那裡 欸欸 好欸欸 欸跟這一個嗎 後面有 後面是這裡要控制 喔這裡喔 靠腰喔 抓著喔 欸真的欸 後面不能開啊 後面只能開這兩年而已 嗯 啊這邊可以翹起來 我跟你講 有煙味看哪裡 看小司長姿勢 我看今天這一集 資訊量很薄喔 對啊 哈哈哈哈 有沒有抽煙 可以看哪裡你知道嗎 這裡 很奇怪的啦 那有的吃粉都要這樣啊 都會去煮到這裡啦 啊當然要看天棚有沒有發黃 這沒有抽煙耶 因為其實我一上車聞味道 就知道沒有抽煙 其實煙抽久 裡面都還是有味道 還有環景嗎 沒有 我記得環景是新款的才有 嗯 車道偏移警示啦 我有看到一個警示 但這應該沒有跟車 就是車道偏移警示而已 少一個按鈕 FCM 就是自動煞車 可以調距離 這個是車道偏移 這循跡防滑 這自動熄火 停車熄火 有沒有 三個按鈕 一鍵三連 哈哈哈 你不覺得為什麼這個會賣得比CRV差 因為空間太小嗎 也不會還蠻大的 看起來還蠻大的 對啊 還開它去環島 為什麼這個車賣比CRV差 沒有電動號碼 廠牌的關係嗎 怎樣 你開地圖炮是不是 沒有 看不起開山林的 沒有沒有 所有觀眾朋友 我只是覺得 哈哈哈哈哈哈 這是台灣人的消費習慣 不是我的問題 它這個可以 可以調角度 哦 可以躺一點有沒有 哦 可以開的 這是什麼 杯架 應該是 古井秦森 古道熱場 古井秦森 林牛奶像的 你知道嗎 林牛奶是 林涼熱 哦 古井秦森你不知道 我知道 沒有備胎 它工具只有這樣 沒有備胎 也要補胎劑 什麼的 它可以潛情艇就代表有備胎 它用掉了 我趴下來看 也沒有咧 真的假的啦 也沒有補胎劑 喊日本啦 看完了啦 就這樣 它沒有電位門 為什麼那麼難關 這剛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蠻醜的 後來看起來我覺得 其實好像還有點不錯 二月出場 九月領牌 2018年 我先來去跟這個車主討論一下 基本上我覺得這一台回來 應該是美容做好就可以 然後基建檢查完 試開 測試一下 這個底盤有沒有聲音 基本上應該就可以上架了 你看人家這有Carbon 你看 這三個元素 它一次給你 三個願望一次滿足 你知道嗎 建達 奇巨蛋 你看到它一個門板 有鋼琴烤漆 泰銀色飾板 Carbon飾板 三個願望再加 送你一個願望 車局限 它就差一個元素 Akentera 幾匹 它就把五個元素都弄在同一個門板裡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有得贏 哈哈哈哈 人家很認真啊對不對 你最喜歡的 炭銀色的烤漆 鋼琴烤漆 Carbon 有顏色的車線都給你了 對 很認真吧 讚揚一下嘛 人家盡力滿足你了 它什麼糟都死出來了 毒龍磚 冰火五重天 阿副 吃那個泡泡 叫什麼 跳跳糖 這個熱水也乾嘛 對不對 冷水也灌了 冰塊也灌了 跳跳糖也處理了 這樣 這麼盡力的想滿足你 不好嗎 很不錯啊 不稱讚它一下嗎 缺什麼缺什麼來 除了泡泡糖以外還缺什麼來 我跟你講 含一口麻辣鍋的湯 哈哈哈哈 女友心 你甘不住 你甘多看 真的 真的壞人 這已經很盡力在滿足你了 要讚揚一下一下 好我先去問一下 這個車主的意願 再回來跟大家討論 分享一下 換進口車啦 都要賣掉 但是要差多少錢好 你假設2018年的CRV 先假設一下嘛 因為我們一樣1500嘛 好吧 我們勉強他們算同期車 應該算吧 我覺得現在 如果是以CRV的話 應該還要70幾萬 好不掉 它這30的 二手車我們當然要估比 CRV更便宜嘛 因為CRV 我們剛剛講 CRV賣比較好 接收度比較高啊 再比CRV減個 10萬好了 夠不夠 欸CRV捏 粉田魂 粉質你敢嘴嗎 不敢 60幾好像太高 應該會中標 60好了啦 欸60這樣跟新車差多少 快半啊 用屬於惡美感覺 把100塊分成兩個50塊給你 懶啪啪啦 沒什麼感覺吧 對啊 把你100公斤的老婆 換成兩個50公斤的老婆給你 有沒有比較有感覺 有感覺的部分 是兩個還是50斤 都有感覺啊 我為什麼會講這個 好啦60 欸這60應該很便宜的啦 應該也買的啦 而且現在又在缺車 車有點貴啊 我先來去跟他周旋一下 看看他想賣多少錢 我們用60萬為一個原則 來去跟他討論一下 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這個車就是這個價錢 我覺得如果我們買60回來賣個 我們就可以不要賣超過70萬了 對不對 一層到兩層 一層5左右就是9萬698 好不好 輕輕鬆鬆 1.5層入袋 就到這樣 決定 等很久齁 嗯 還好 你知道OMG是什麼意思 OMG 我的 explode 我不想要 nunca 我不想努力了 我不想努力了 他賣70萬啦 後來一直腳腳腳腳腳 你是不是想我最後成交是65 剛剛是有一瞬間 有一瞬間嗎 沒有 我們這樣就傘了 我絕對不會讓他盛心如意 要故意講70 再怎樣 就算比65便宜2千 我都要想辦法 最後齁 成交價錢643,000元 很累 你看有這個3千 你就知道這個價錢 談價的過程真的談得神 那我們就把這台留下 跑5萬公里 2018年五年車 應該一年開大概1萬公里 因為它雖然未滿5年 可是它跑了5萬出頭 所以一年差不多開1萬公里 那我覺得還蠻合理的 再加上有白色的 回來讓我們的觀眾朋友撿到飽 OK吧 這算飽了吧 1500cc合情合理 渦輪增壓 要有力的時候有力 要省油的時候也OK 對不對 空間也OK 夠大 又修旅車 又白的 你要說它爛 也不會 說它好 其實也普通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另一半 你不覺得嗎 就好像三國志你知道嗎 三國志 最近那個東國打得很強的 好想要貂蠶喔 貂蠶都抽不到 那叫什麼 能力的五角圖 是很平均的嘛 什麼東西都沒有特別好 什麼東西也沒有特別不好 所以是一個很平均的車子 OK吧 譬如說裡面有外觀 有安全性 有省油 有馬力 都差不多 平均 沒有那種 突出腳的 好不好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 我們最後入手價錢 64萬3千元 欸 這樣698算太少了 那不好意思 公平阿賽 我沒有替各位努力到 甘許到 我可能要稍微開70出頭 我跟你講啦 你們這些車行 媽的 就算你買60你也是開70出頭 對不對 沒有 不會啦 我如果買60我一定是開698 站在我的立場 我也希望賣快一點 不是每一台車 都一定要堅持到一兩成 真的啦 我們整理的那些車 有一兩成嗎 沒有啊 我總要拿一些正常的來補吧 做這種行李 敢是頭路 都改一種車 敢是頭路 整理完 不賺錢賣人家 還要拜託人家 有需要的朋友 之後上架 再來把握一下 下次見 拜拜 字幕秀 你知道人年紀大了啊 我教你兩招要不要 人如果年紀大了 你要怎麼確保你的怕孫子有優好 第二一個方法 這裡有一個鄰居就問一個阿嬤 說你怎麼那麼好啊 你每天都有你的這個兒子啊 女兒啊 孫子啊 輪流 來帶你出去玩 帶你出去吃飯 帶你出去遊山玩水 那阿嬤就很簡單 我一個人每個月給他們三萬塊 就叫他們每個人一個禮拜找一天 就是要帶我出去找一找 他說那你怎麼那麼多錢 我就放置他去貸款 貸款你怎麼繳 管他的等我死了 就讓他們繳 第二個是這個 有一個人老輝要掛了 他就叫這個律師來 律師說請問一下這個利益主 遺產要怎麼分配 我說很簡單 我跟你講 你把我的遺產 分成50份 假設我有1000萬 1000萬分成50份 就是等於是20萬 每年清明節的時候 有來掃墓的這些子孫 抽一個獨得20萬 一年抽一次 我就確保我死後的50年都會有人來掃墓 你錢如果多一點 你可以分多分一點 然後金額高一點 叫他們掃100年也可以 如果你今天 你阿公還在嗎 不在 假設你阿公有沒有 當初有這樣一份20萬10萬 然後叫你們每年掃墓 抽出一位獨得這樣 幹你去不去阿 哈哈哈哈哈哈 去阿 你家人每年都 他就抽到我 抽到我 哈哈哈哈 好像尾牙抽獎一樣 有有有 這個小嘗試 看著小師長知識好不好 為你的身後事 都兼顧到了 小師不只管你車的事情 力巨人 負責車的車